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书作者是拉尔斯·布朗沃斯 是美国华盛顿基督学院的历史系主任 这所学院其实并不是大学 而是一所高中 除了高中教师 布朗沃斯还身兼两重身份 分别是华尔街日报签约作家 以及新媒体上著名的通俗历史讲座播主 拥有大量的重分 所以说 如果套用一个我们熟悉的说法来定义布朗沃斯的身份 那基本上可以说 它就是美国版的最火中学历史教师 布朗沃斯最著名的作品是《中世纪历史三部曲》 《维京传奇》《诺曼风云》《拜占庭帝国》 三本书都登上了美国各大畅销书榜单 这其中《拜占庭帝国》我们每天听本书栏目曾经分三期为你详细解读过 现在就让我们再继续往前追溯 来看看这个系列的前两部《维京传奇》和《诺曼风云》 这两本书在内容上是前后衔接的 可以看成是上下两集 今天呢 我们先来讲《维京传奇》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角《维京人》 由于布朗沃斯这本书是写给西方读者的 他们对维京人 诺曼人多少都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作者略去了一些基本概念的介绍 但是我们中国读者对于这些概念呢就有点陌生了 所以我们有必要补充一点书里省略掉的背景介绍 《维京人》是指公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生活在北欧 也就是今天丹麦挪威瑞典这一带的一个民族或者是族群 《维京》这个词在古代英语里就是生活在海湾里的人的意思 《维京人》特别擅长航海 而且非常的凶残 很多从事海盗 他们的抢掠路线从北海到地中海 在八到十一世纪让整个欧洲闻风丧胆 所以维京人几乎成了海盗的统一词 不过这么一个看起来没文化又残暴的海盗 却给欧洲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西欧和东欧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英国和俄罗斯 他们的创建都和维京人密不可分 维京人还是伟大的探险家 他们发现了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 还比哥伦布早五百年就到达了美洲 在纽芬兰建立殖民地 此外在文化方面 维京人也在欧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比如英语里 从星期一到星期日 这七个单词就是源于维京人的语言 而在西方的奇幻文学里 从指环王到权力的游戏 到处都能找到维京文化的痕迹 漫威著名的超级英雄雷神索尔 也是来自维京人的神话 18世纪之后 维京海盗的历史形象被重新定位 变成了勇于探索的象征 所以上个世纪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的火星探测器 就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为海盗号 补充介绍了这么多背景资料 相信你对维京人 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本书 来看一看维京人的传奇故事吧 维京人进入欧洲文明世界的事 也是在八世纪后期 当时欧洲的局势 大体上可以说是太平无事 内部折腾了几百年的民族大迁徙 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了 外部虽然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 占领了西班牙 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再进一步的扩张 这时候的西欧 也就是今天法、德、意大利 三国的大部分领土 都处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下 当时的法兰克国王就是查理曼 也就是著名的查理大帝 他是欧洲中世纪出现过的 实力最强大的君主 他任内差点就完成了 统一欧洲的业绩 顺便说一下 这位查理大帝呢 也就是扑克牌上的红桃K 有一天 查理曼正在法国北部的一处海滩上休假 忽然他发现海面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船只 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查理曼很警觉 随后就派他的舰队去驱逐 但只是把对方赶走了 而无法消灭他们 听到这个消息 查理曼就哭了 他说 我还活着呢 他们就敢来侵犯我的海滩 将来我死了以后 他们会对我的后代和子民们做出什么样的恶行啊 我真是一想到就悲痛欲绝 可以说查理曼确实是很有预见性 那些引起他担心的海上入侵者就是为惊人 后来他们果然屡屡侵犯法国和英格兰 抢掠修道院杀害神职人员 手段非常的残忍 这对当时已经普遍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来说 可以说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查理曼晚年曾经组织大军进攻丹麦 因为他认为丹麦国王是海盗的后台老板 但是这一仗没能打赢 不久之后 查理曼去世 随后维京海盗就泛滥成灾了 维京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战斗力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维京人的软硬件方面的实力 先来说硬件方面 其实这方面呢 维京人并不算突出 他们生活的地方气候寒冷 不适合穿金属铠甲 因为在低温状态下 金属容易粘在肉上 所以呢 他们大部分是穿皮袄的 这在装备上就是比较落后了 他们在武器上唯一的优势就是双手巨剑 当时练钢技术还不行 所以想要增加剑的杀伤力 就得把剑身铸造的又宽又厚 这就特别适合维京人发挥 他们身材和臂力的优势 这种巨剑甚至能把战马都劈成两半 维京人另外一样厉害的武器 是他们的战船 维京人的船不大 但是有龙骨 就是在船底部连接船手和船尾的 一整根木料 能起到固定作用 这种设计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能增加船的抗风浪能力 维京船的船身特别细长 而且吃水浅 所以速度飞快 能远扬航行 又能使进内核 非常的激动灵活 所以维京人总是能神出鬼没的发起 突然袭击 这些船的船手通常都会叼一个龙头 所以维京船又被称为龙头船 是维京人的标志 维京人更主要的优势在于软件方面 也就是文化方面 维京文化是一种勇士文化 富有侵略性 特别崇尚勇气 而且讲究人人平等 倡导集体智慧 战术灵活多变 出人意料 这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狼群精神 所以呢 这本书的书名 就把它们称为来自海上的战狼 凭借着这样的战斗力 维京人让当时的欧洲各国非常的头疼 比如法国 在北部沿海地带 修建了一系列的堡垒 都有类似于烽火台的预警系统 但是呢 宝磊是死的 维京人的船是活的 他们可以架着龙头船 随意地从河口逆流而上 突袭法国内地 宝磊根本就挡不住他们 公元845年 丹麦国王霍里克派大将朗纳尔 有的书上也翻译成朗格纳 派他来攻陷巴黎 直到查理曼的孙子 法国国王秃头查理 缴纳了6000磅白银的赎金以后 才扯兵 我们前面说了 维京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 就要数他们在欧洲的东西两段 俄罗斯和英国的活动 我们下面就分别讲一讲这两个故事 先来说英国 在这儿呢 我们就要简要地交代一下 当时英国的情况了 我们可能都知道 安格鲁撒克逊这个词是指英国 实际上 这就是英国古代两个主要民族的名称 公元五世纪到九世纪的英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是分为七个小王国 三个是安格鲁人建立的 四个呢 是萨克逊人建立的 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七国时代 在九世纪中期 萨克逊人的四个小王国已经统一成一个了 名字叫威塞克斯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攻陷巴黎的维京人将领朗纳尔 后来有一次在北海上遭遇海难 他只身漂流到英国的昂格鲁三国之一的诺森布里亚王国 落到了国王手里 这个国王叫埃拉 特别痛恨维京海盗 就用酷刑把朗纳尔处死了 据说朗纳尔临死之前对埃拉说 公猪哀嚎之时 猪仔就要来了 意思是说呢 你弄死了我 我的孩子会为我报仇的 朗纳尔并不是平白无故放这种狠话的 他的几个儿子当时手握重兵 正在征服埃尔兰 在朗纳尔入侵法国的同时 另一只维京人也入侵了埃尔兰 他们在埃尔兰岛的东部 修了一座巨大的城堡 命名为黑池 这座城堡就是埃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前身 朗纳尔的儿子们后来控制了埃尔兰 他的小儿子伊瓦尔 因为身体容忍性特别好 被称为无骨者 不过他身体虽然软啊 但是为人处事却是非常强硬 得知父亲被害 立刻就从埃尔兰赶来报仇 867年 伊瓦尔率领的维京军队 攻陷诺森布里亚的首都约克 抓住了埃拉国王 伊瓦尔对埃拉处以急刑 这个场面太血腥了 我们就不描述了 总之呢 他死得比朗纳尔还惨 接下来 伊瓦尔又把另外两个 安格鲁人的王国也都消灭了 几乎征服了英国 不过伊瓦尔虽然是一个入侵者 后世的英国人对他的评价还挺高 比如丘吉尔就称他为 两个世界中最伟大的人 两个世界就是指 维京人的世界和英国人的世界 我们前面说了 当时的英国分为四个小王国 安格鲁三国灭了 还剩一个萨克逊人的威塞克斯王国 今天的伦敦 就在当时威塞克斯王国的境内 伊瓦尔和他的兄弟们 前后发动了九次 对威塞克斯王国的进攻 其中一次 威塞克斯的国王都战死了 国王的弟弟阿尔弗雷德继位 眼看着实在打不过维京人 只好跟他们商量 赔款停战 双方达成合议 阿尔弗雷德向维京人纳税 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丹麦金 我们在前面说了 朗纳尔和伊瓦尔这一支的维京人 是来自丹麦的 不过呢 同时维京人也答应接纳英国人 介绍给他们的基督教 这位后来维京人 被纳入基督教世界和欧洲主流文明圈 埋下了伏笔 经过维京人的入侵 英国安格鲁人和萨克逊人 各战半壁江山的局面 已经被打破了 安格鲁三国被团灭 所以从那以后 英国从文化到血统都是以 萨克逊人和维京人为主 虽然英格伦的这个词的意思是 安格鲁人之地 但是今天的英国跟安格鲁人 没有多大关系了 所以英国人所谓安格鲁萨克逊人 安格鲁萨克逊文化圈 其实是名不符实的 再来说说那位阿尔弗雷德 他通过向维京人纳税 赢得了喘息时间 韬光养晦 后来又大败维京人 把他们赶出英国 因此被誉为是 阿尔弗雷德大帝 下面我们就先把目光 从欧洲的西边转向东边 看一看维京人在俄罗斯的传奇故事 在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下 当时还没有俄罗斯这个词 构成今天俄罗斯的主体民族斯拉夫人 当时居住在东欧 福尔加和北段 当时他们的社会形态非常落后 于是一些贵族就商量说 请当时强大的维京人来帮忙 公元862年 一些贵族就来到维京人的国家之一 瑞典 说你们能不能派几个能人 过来帮我们建国啊 瑞典人一听 觉得不错 就派了一伙人过去 为首的是三兄弟 大哥叫琉里克 他们来到东欧之后 当地人就把他们叫做罗斯人 据说这个词 在古代瑞典域里 是划船的人的意思 很符合维京人的特点 不过关于这一点呢 学术界还有争议 刘里克三兄弟 真的帮助斯拉夫人 建立起了三个城邦 两个弟弟很快就死了 所以事实上 就是刘里克一个人 大权独揽 他建立的王朝 就是俄罗斯历史上 第一个朝代 刘里克王朝 刘里克的王国 一度发展得还不错 但是由于跟南边的邻国 突厥人建立的 可萨韩国起了冲突 他们被迫向西转移 先是到了诺夫哥罗德 今天俄罗斯西北的一座古城 后来呢 又搬到了基辅 就是今天的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才算是稳定下来 这个国家 也逐渐地被称为基辅罗斯 这个国家的人呢 也被称为罗斯人 这就是俄罗斯历史的开端 基辅罗斯被认为是 今天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三个国家 共同的前身 所以虽然基辅不在俄罗斯境内 但是仍然在俄罗斯文化中 被奉为罗斯民族的万成之母 罗斯人在基辅安顿下来之后 就发现 可以坐着船 沿着地涅泊河南下 进入黑海 前往军事坦丁堡 做生意 这样呢 他们就跟当时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 拜占庭帝国建立起联系 受拜占庭文化影响很大 包括拜占庭信奉的东正教 后来基辅罗斯越来越强大 打败并且吞并了当年欺负自己的 可萨韩国 成为欧洲地盘最大的国家 但是不久之后 陷入内乱 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的小王子 逃回北欧 从挪威和瑞典老家人那里 拉来一支军队 打回基辅 终于在公元980年 当上了基辅大公 任称智者 988年 这位弗拉基米尔 娶了拜占庭公主 宣布奉东正教为国教 据说他当时还犹豫 应该信仰什么宗教 但是考虑到伊斯兰教禁酒 而对他们生活在 北方寒代地区的人来说 不让喝酒 那简直就是要了人命 所以这才选择了 皈依东正教 而随着东正教信仰的确立 基辅罗斯也发生了文化大迭代 维京人的多神信仰被放弃了 维京人的文字 被西里尔字母取代 一夫多妻制也被废除 改成了一夫一妻制 就这样奠定了从那时 直到今天的俄罗斯文明特性 作为对拜占庭的回报 弗拉基米尔也安排了一批 维京武士送到拜占庭 出任拜占庭皇帝的卫队 这些武士被称为瓦兰吉 意思是发过士的人 他们战功卓著 所以从那以后 从北欧招募的瓦兰吉卫队 成了拜占庭的一个常备军种 直到15世纪 拜占庭灭亡前夕 在这顺便说一句 瓦兰吉这个词 也翻译成瓦良格 辽宁号航母的原名 瓦良格号 就是这个词 好了 以上就是维京人和俄罗斯人的渊源 也是维京人对后世 最大的影响之一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一下 刘里克的传说呢 最早的文字记载 出现在12世纪的俄罗斯史书 《网年记事》里 带有一定的神话成分 特别是近代以来 斯拉夫的史学家提出过强烈质疑 认为维京人创立罗斯 是一种西方史观 在这点上 现在学术界还是没有定论 那说完了9世纪到10世纪 维京人在欧洲东西两端的故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在维京人的老家北欧 又发生过哪些故事 前面说过 维京人分别生活在今天的 丹麦 挪威 瑞典这几国 各自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这里涉及的这些人名 都特别有意思 什么蓝牙王 金发王 血腐王 北海大帝 无情者 简直就像是 魔幻小说里走出来的 相关的人物事迹 也都相当传奇 不过限于篇幅 我们就只能从中挑几个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物来讲 头一个值得一提的是 丹麦的蓝牙王 哈拉尔一世 这个名字非常有趣 相传它有一颗牙是蓝色的 今天很多蓝莓饮料的宣传材料上 都会提到它 说它是因为爱吃蓝莓 把牙给吃蓝了 当然了 这是附会的 没有根据 不过提它呢 不是因为它这个有趣的绰号 而是因为这位蓝牙王 把基督教引进丹麦 并且逐步取代了 维京人原来信奉的 奥丁索尔这些神 后来挪威和瑞典 也效仿它的做法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北欧才逐渐融入了 基督教世界和欧洲主流文明圈 这个影响也持续至今 蓝牙王另一影响后世的是 今天的蓝牙耳机 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绰号命名的 因为它口才出众 在它的年代 蓝牙就是能说会道 善于沟通的代名词 所以呢 后人就把无线耳机 命名为蓝牙 取的就是 让沟通更便捷 这层意思 蓝牙王晚年 被它的儿子巴自胡斯维恩 推翻了 巴自胡继位之后 又发起第二次对英国的入侵 经过前后长达19年的战争 1013年 终于征服了整个英格兰 当年的圣诞节 他在伦敦加冕 自称英国国王 不过 转过年去 巴自胡就死了 他年轻的儿子 克努特即位 不但继续统治英格兰 还征服了爱尔兰和挪威 克努特把这些地方 和丹麦本土 统一成一个北海大帝国 这是维京人实力 最鼎盛的时候 克努特也因此被尊称为 北海大帝 不过克努特死后 他的这个大帝国 又很快分裂了 前面说的从蓝牙王到北海大帝 都是丹麦人 他们的邻居挪威人的故事 也同样精彩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要属无情者 哈拉尔 他是挪威王子 10岁 就首持战斧上战场 成年之后 身高两米 力大无穷 克努特征服挪威之后 哈拉尔带着500名部下 流亡基辅 投奔了前面提到的基辅大公 智者弗拉基米尔 后来又隐姓埋名 去拜占庭 参加了瓦兰籍卫队 屡历其功 但是后来 哈拉尔犯了重罪 被判处上斗手场 跟狮子搏斗 没想到哈拉尔 赤手空拳 把狮子给打死了 重获自由 后来哈拉尔回到基辅 娶了弗拉基米尔的女儿 就在结婚当天 传来消息 他的老对手 北海大帝克努特死了 哈拉尔连忙启程 赶回挪威 准备争夺王位 后来哈拉尔终于 如愿当上了挪威国王 兴建了新首都奥斯路 也让挪威重振生育 因此他又多了个新绰号 北海霹雳 偏巧这期间呢 英国出事了 英国国王病故 没留下子嗣 王后的两个兄弟 来争王位 大哥哈罗德当上国王 弟弟托斯蒂格 就跑到挪威求助哈拉尔 哈拉尔觉得 这是入侵英国的天赐良机 就率领300艘战船 开赴英国 在英国北部登陆 一路抢掠 正抢得起劲呢 忽然英国国王哈罗德 率领大军赶到 双方一场大战 这就是著名的 斯坦福桥战役 哈拉尔两米的身高 在战场上太显眼 被英国弓箭手 当成靶子给射死了 挪威军队大败 这场战役发生在 1066年9月25号 战败的挪威人 向英军投降 他们来了9000人 死了至少8000人 剩下的发誓 永不再踏上英国土地 之后被哈罗德放走了 斯坦福桥战役 是英国历史上 一个重要节点 标志着英国人 摆脱了来自维京人的威胁 但是呢 获胜的英军 也是损失惨重 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 他们又经历了一场 更著名 影响更深远的战役 这部分内容 我们在下一本书 诺曼风云里 再讲 同样对维京人来说 斯坦福桥战役的失败 也标志着维京时代的结束 他们已经无力 在威胁欧洲各国 同时 维京人精神世界的改造 也逐渐渐小了 奥丁 索尔 这些古老的北欧神灵 让位于基督教 维京文化 也逐渐效枉了 以上我们讲了 八世纪到十世纪 维京人两百多年间的传奇故事 那除了战士和海盗 维京人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身份是 探险家 他们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 当数发现美洲 当维京海盗横扫欧洲的时候 也有一些人不想掺和这些战争 选择了远渡重洋 去寻找世外桃源 公元九世纪 一些维京水手航行到冰岛 并开始定居 后来呢 不断有维京同胞 从大陆带来 牲畜和种子 在冰岛开辟农场 很多来冰岛的船只 都是由女船长指挥的 她们不像男人那样 喜欢大陆的战争 所以妇女在冰岛的地位 比其他维京社会要更高 后来 随着欧洲大陆的维京人 纷纷皈依基督教 冰岛成为了维京文化 最后的庇护所 所以也为维京文化 加入了很多冰岛的新元素 比如说冰岛多火山 北欧神话里著名的篇章 诸神的黄昏 原型就是来自于火山大爆发 再比如北欧神话和奇幻文学 经常出现的矮人 他们的形象一般是手拿战斧 身材粗壮大胡子 但是身高只有普通人一半 这就是冰岛维京人的写照 考古发现 由于人口增长迅速 自然资源匮乏 冰岛等地的维京居民 普遍因为营养不良 而身材矮小 由于冰岛自然资源有限 一些人不得不再次寻找 新的气身之所 980年左右 航海家 红发埃里克等人 发现了格陵兰岛 埃里克故意给这个大岛 起名为Grainland 意思是绿地 以便吸引冰岛人来移居 结果后人来到这里才发现 这里中年积雪覆盖 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 后来维京人在986年到996年间 在美洲的拉布拉多半岛和纽芬兰群岛等地登陆 这比哥伦布到达美洲要早500年 但是由于渡过大西洋的维京人数量太少 身体虚弱 而且组织无方 经常遭到当地土著的攻击 每个殖民地都坚持不了太久 大部分人都很快死去 或者返回格陵兰和冰岛 公元12世纪 冰岛火山群大爆发 格陵兰和北美的维京人失去了后援 全都消亡 最后只剩下了少数维京人 在冰岛坚守 好了 这本《维京传奇》的主要内容 到这里就说完了 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这本书介绍了欧洲中世纪 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 维京人 介绍了他们的由来 世纪 文化习俗 维京时代的兴起和衰落 以及他们对今天 欧洲和世界的影响 他们既是残忍的海盗和征服者 也是勇敢的探险家 同时 从政治格局到文化 今天 他们的影响仍然遍及欧洲 乃至全世界 维京时代 落幕不是这个故事的终结 维京人的后裔诺曼人 将续写新的传奇 这就是布朗沃斯的 欧洲中世纪三部曲的第二部 《诺曼风云》里要讲的 我们也将随后带来 欢迎继续关注 好 以上就是这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